有些爸爸媽媽問說 我真的覺得跳氧對我幫助很大 但是我好像不能夠使用跳氧 因為用跳氧可能會導致我依賴 我依賴了這個系統 那這樣子會不會導致說 我沒有辦法靠我自己更好的跟小朋友相處 其實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心裡是覺得真的是很可愛 我想會問這個問題的爸爸媽媽 我相信他們都是對孩子的愛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想我反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會在你要開車的時候 你開始去學怎麼去坐車子的馬達 然後怎麼去買車子的材料 然後甚至怎麼去組裝車嗎 你明天要上班了你需要一台車 你不會現在開始去學坐車 可是今天你當父母了 你卻覺得你必須要從今天開始 用你自己所有的能力來去學怎麼當父母 否則好像對孩子的愛是不純粹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因為其實不管我們是迪飛的或是跳養 我們所要提供給你們給爸爸媽媽還有孩子的東西 都不是是一個會被捆綁住的 我們最大的宗旨是讓孩子可以做他最棒的自己 對所以我們的目的是把養分交到孩子手上 讓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自主 讓他可以是獨立自主 可以快樂自行 所以其實跳養是我們透過爸爸媽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接觸到孩子 可是你可以 我們透過你把養分 由你來製造養分 然後把養分給孩子 所以跳養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系統 它就是你可能要從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把整套教養學 把整套兒童行為 兒童心理整套學起來 其實你要學到精熟 你已經過十年 那小孩子已經十歲了 你這時候要開始學青少年嘛 那是不可能來得及的 所以跳養就是 我直接針對你的孩子需要什麼 我針對這個部分教你 所以你不用經營一個動物園啊 所以你不需要學整個動物園 各種不同的動物 他要怎麼去對待 怎麼去互動 怎麼溝通 怎麼教 怎麼養 這太複雜了 你只是要學你家裡的這個動物 他現在的此時此刻 發生了什麼事情 要怎麼教 怎麼學 怎麼養 跳養就是針對這個此時此刻 我就是針對這個此時此刻 告訴你 你家的孩子在此時此刻 是怎麼了 他需要什麼 為什麼他需要這個 我在學禮上 在背景知識上 在經驗上 甚至在實際操作上 我都跟你講解得很清楚 所以對寶寶們來說 你學的效益是最高的 因為那就是你此時此刻 最需要的東西 對 那你學了之後 你立刻就去用 你馬上就很上手 對 你看了跳養之後 你知道 這就是我孩子現在需要的 就是你動機最強的時刻 你也最容易理解 因為它最符合 現在此時此刻的狀態 對 那你看完裡面的解說 包括學禮之後 你可能就豁然開朗 為什麼他現在是這樣子 他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明白 你透徹了之後 你看他的孩子的方式不一樣 你不再覺得他是來找你報仇的 對 你明白原來他是因為少了什麼 而他其實也是很愛你 只是他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 你並不會因為使用跳養 而變成需要依賴跳養 因為我們給你的方案是 讓你明白這一個環節 他背後的知識 原理 以及你怎麼運作 對 然後讓你可以快速的 把孩子的養分 交到他的手上 對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高CP值的教育方案 因為他可以解決 你此時此刻的困惑 以及讓你明白 原來問題的前因後果是什麼 然後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化解你跟孩子 或者是孩子此時此刻他的困境 很多爸爸媽媽會覺得說 啊我小孩就是生來報仇 然後如果是有些媽媽會覺得說 養小孩哪有不痛苦 所以呢 我就是要去經歷這些痛苦 我要去忍受跟遭遇這些痛苦 我才是一個夠好的媽媽 所以我如果是很輕鬆的養小孩 我好像是不夠好 那我在這邊我要很鄭重的告訴爸爸媽媽 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當你在痛苦的時候 你要拿什麼養分給孩子 孩子一定知道你在痛苦啊 他也一定知道你的痛苦 有多少原因是來自於他 甚至有些孩子會做過度揣測 他以為你全部的痛苦都來自於他 那你在痛苦 一個痛苦的媽媽 怎麼可以補育出一個快樂的孩子 對 所以我們去忍受痛苦 然後想辦法在裡面 撐過熬過 然後用上去餵養小孩 是非常非常不恰當的思維 而且其實對孩子也不公平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孩子也不快樂 他也很痛苦 他也覺得自己為什麼不夠好 為什麼沒有辦法讓你快樂 他也覺得自己為什麼不夠好 為什麼常常讓你覺得很難受很痛苦 那我們用一個現在已經有的專業 已經有的技術 用更快的速度去明白此時此刻 我跟孩子到底遭遇了什麼困境 我的孩子遭遇了什麼困境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幫孩子把困境辨識出來 然後讓他從這個困境裡面 離開 讓你自己也在這個困境裡面離開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時間 跟孩子相處的幸福跟快樂 孩子也得到更多的時間 去感受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是一個快樂的人 是一個自信的人 這樣子為什麼不好呢 我覺得這樣非常不好 你怎麼可能會到更多的地方 這麼多的地方 我會縫著更多的地方